对于大陆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 蔡政府在这个礼拜有最新的相关回应了 因为她一开始说 如果变化非常剧烈的话 未来香港是不再适用港澳条例 不过她现在讲了 行政院接下来会组一个专案 跨部会的一个小组 对于香港的民众提出人道相关的救援 由陆委会去负责规划 那对于这一点 要成立一个跨部门的一个专案小组 但是对于外界所关心的 那有没有提高香港移民的人侃呢 或者是要不要修难民法的部分 苏貞昌是讲说现在 基本上他们该有的相关规定都有 所以没有任何修法的必要 那吴钊燮呢 他是说香港倒下的话 下一个会是台湾 现实下来赖老师 蔡英文定调叫做专案救港 苏貞昌讲说不用修法 请帮我们翻译成真正白话文是什么 什么都没做 这个就有啊专案救港啊 有啦 那个陈明通要提出方案 还没提出来 没有 第一个就是什么都没做 第二个什么也不能做 然后第三个就是姿态要表足 姿态要表足 对 姿态要表足 所以他一定要去那个书店走一走 然后再写一个 写那个在硬纸板上写几个字 然后呢再讲一些空话 不过那个时候我跟你曾经讲 因为有一个说法是 这样的做法就是我有个专案 但是法暂时不用修 我可以用行政材量 可以那个宽跟松 我可以随时做法 你不要忘了陈明通那是有讲啊 他说这个专案要由陆委会主导 所以香港的问题还是陆委会的问题 不是外交部吴钊燮的问题 是啊 所以不是两国之间的问题 是一国之内的问题 那这样 有人说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跟保留不修法是 让大陆对岸 觉得蔡政府现在保留一个友善的讯号空间 你可以这样看吗 我觉得蔡英文在第一时间520演说的时候 不谈香港问题 事实上是释放出一个友善的讯号空间 我觉得这一点是做对的 但是之后我觉得不知道是谁给他压力 而他的压力似乎是越来越大 也可能时代力量 但我觉得时代力量他不会开在眼内 但是我比他担心的是AIT 我觉得AIT给他的压力越来越大 要他一定要表态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 蔡英文也自己也发现 他讲到说60条要修掉 事实上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等于是让香港人来到台湾 更加的不方便 也许香港人到台湾来很容易 但是你要修60条的时候 你让香港人到台湾就不方便 接着他们就发现这个有问题 所以再搞为18条还是28条 18条 再提出来的时候又觉得有问题 因为你要把整个港澳关系条例废掉的话 里面的国家统一的问题 那就有问题了 那也就是说你港澳条例不要的话 你跟香港的问题 台湾跟香港的问题 那是站在什么角度上 是两国之间的问题 还是一国之内 也就是在中华民国的框架下 香港澳门行政区属于台湾 所以蔡英文算清楚的 他全部都回归到陆委会 对嘛 所以这样算是一个相对 他至少没有再跨出另外一步了 可以这样讲吗 那也就是说绕了一大圈 东座讲的一堆 然后弄完了以后 大家发现他什么都没做 没有方案还没出来 不会有方案 要等陆委会啊 你能有什么样的方案 要等臣民通啊 那因为本来香港人 来到台湾就很容易啊 那他也不用用难民的身份来台湾 他随时都会来 移民就是六百万 不是移民的问题 就是他只要来 没有 如果说我们假设 移民那就是 他来那个只是旅游签证 不是如果说是移民的话 坦白说也不用这个 跟国安法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因为你只要有足够的钱 六百万 然后你在台湾来投资 而且你还可以 如果他不是移民 他不能找工作 差别在这里 我的意思是在于说 如果我是正常的要到台湾来 我只要有六百万 那就是投资移民 对嘛 那就是投资移民 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 对于假设这一些暴恐团体 这些勇武者 那勇武者 他说我口袋空空 那我就到台湾来 那我要在这个地方住下来 然后我拿一张照片 我拿一张照片 证明我当时在街上 我是勇武者 然后我现在不想回乡 我现在不能回香港 因为我担心我的人身安全 那如果他是这样 那蔡英文要让他留下来 我补充一个细节 跟这个有关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他们开那部会议的时候 那个邱隆峰就是 就是移民署长 移民署长他就被问一个问题 民众党问的 民众党说如果有一个勇武派 然后他丢汽油弹 他要来台湾可不可以 然后邱隆峰就说不行 他就按照警察的角度 他就说不行 然后人家又问陈明通陆委会了 陆委会就说 这个抗争有时候必须要另外理解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港澳关系条例的第18条嘛 就是说政治情势 一种特殊状况 你要认定他是不是因为 政治理由然后让他来台湾了 那显然这里还没有定案 没有定案是现在不愿意说那么清楚了 陈明通头方案还没有出来 因为绿营还有其他委员 像郑云鹏就讲说 如果真的进一步放宽的话 他认为说大陆也可能透过这样的管道 有间谍到他 这个也有讨论 那就有人说 民进党政府的心里面到底是欢迎不欢迎 不是有不同意见 那因为那个当场内部讨论也有人提出来说 是不是有一个一年的审查期 他有可能是渗透进来 可是一年的时间 不是他就已经进来了 他已经进来了 不过我觉得除了内部不同意见的话 台湾的民意也没有一定确定的支持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在民进党 选举跟选票政治的考量之下 因为你可以看到民进党所依赖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反而是完全的一面倒 认为说如果这样开放的话 会影响到他们自己本身的未来 跟他们的就业机会 所以说人道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人权可以喊得很大声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时候 大家只是想说你们今日的抗争 看台湾怎么样 可是今日香港如果真正落到了一个 万劫不复的地步的时候 那明日的台湾要如何去解决香港的问题 那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 香港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所以你马上就发现 那个自保的心态就出现了 对 因为现在BTT的标题就是 台湾人不欠香港 我想请教 千语姐 因为你来观察 因为你不能够否认在过去这年当中 蔡英文确实因为香港的一个状况 她贏的选票是拿到这么多 选后其实一开始在520的就职 她也保留跟对岸之间的一个 接下来互动的一个空间 算是比较相对友好的一个讯息 那现在又香港又逼着她 感觉陷入一个进退维谷的感觉 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觉得对于蔡英文来讲 她真正的进退维谷还是美国态度 因为在香港的这么漫长的抗争时期 台湾其实很明白的是一个后送基地 也是一个运捕基地 发生问题的时候 的确有很多香港的学生就到台湾来 然后需要一些物资的时候 也是从台湾去香港 后来在香港的机场就查台湾人行李 那这些都是跟美国在这边非常强烈的主导 要支持他们做人权跟其他的制度抗争 当然我看到你们也提过 这次香港的抗争并不是一个人权跟制度的抗争 它很大程度是一种颜色革命 或者是雨伞革命的升级版 那现在如果美国忽然之间 觉得他第一个他不要管美国 不要给香港特别关税 他也不认他的旅行证件 不给他特殊的旅行优惠的时候 那台湾要怎么办 因为如果美国人不认香港的旅行的特权 因为他跟中国大陆是不一样的 那台湾如果一路都跟着美国走的时候 台湾要怎么办 第一 第二如果台湾真的是这些人 他去不了美国 变成唯一可以来的一个地方 我们变成这件事情的疏红道的时候 那蔡英文要怎么样去面对 他在内部要执政的问题 所以他的确是在一个进退维谷 而美国的态度跟立场是非常重要 所以刚刚先生讲说 这个他的语气会做法有点改变 可能真的像刚赖老师说 AIT可能真的给他一些力量 不因为川普昨天讲香港政策 并没有提到要收容多少难民 他没有讲这部分 他只有说旅行证件可能会改变 旅行证件是只要去美国会更困难 对 他并没有讲到政治难民这一块 而且我再强调一点 然后英国也没有 英国是要既有的BNO护照 就海外护照 对没有人收他们 也没有讲到政治难民的问题 我就还在强调一点 香港的这个教育程度是悬殊的 对 他们的大学生比例不到17% 对啦 所以等于是83%都是高中以下的 那你这些高中以下的 没有专业技术的这些人 勇武者在街上抗争的 那他 他本身平常的时候 有美国的CIA给钱 每天这样发 那他还可以过得还不错 反正去闹云闹丢丢丢汽油弹 就有钱啦 那这些人如果到处都跑到台湾来 然后他又没有专场 又没有专业技术 他就是会在街上丢汽油弹 台湾要这些人 没有 台湾这段时间讨论多 香港发生这样的状况 我们可以好的时间啊 可以吸纳香港的人才来 技术人才 但说真的 香港真的高阶人才 基本上不会到台湾 不会到台湾 我们薪资环境 你就 坦白讲吧 我们没有这样的诱因吸引人家 高阶人才过来 金融业都去新加坡居多 然后还有一个话题 近往前我要请下来郭语言 因为吴钊燮部长 很久没有出现照片 跟我们在一块了 因为 大家也始终搞不清楚 他是台湾的外交 这很久的照片啊 是 但是每次一摆出来 大家都搞不清楚 他是外交部长 还是国防部长嘛 现在台湾又觉得他是国防部长 他说下一个 基本上可能 他可能误以为他还是国防会秘书长 你这样就解答我的疑问 因为他每次都帮国防部长发言 他说下一步可能对台湾动武 这个讯息 你怎么看他的说法 这个话我也吓一跳 而且在福斯新闻 就直接讲国防部长的话 或国安会讲的话 外交部长不宜啦 我说实在 外交部是以和为贵 你是和平的最后的 不过蓬佩奥也是讲很硬的话 所以他们现在改变了 他是台湾蓬佩奥吗 蓬佩奥 银派 明显是川普授权的啦 那他讲话 那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蔡英文没有授权 有授这样的权 他那天讲那个话 那后来我们又看到 不因为本来你也知道嘛 大陆那个 本来李克强讲 只讲说 促进统一嘛 那和平两个字不见了 可是我们看到最后一天 和统还是出来了 所以 显然他太急了啦 太急了 不应该这样 不 你看现在对岸 对岸连大委员长也讲了 那如果台独啊 考虑动 这跟吴钊燮之间的发言 有任何的联动性吗 应该没有啦 应该没有 不他讲的台独 他是指法理台独啦 你刚刚说吴钊燮 不太适合讲啦 因为他是外交部 当然是 那他讲这个话 背后是真的有一些讯息 让他讲这样的话吗 不就是联动说 香港如果国安法 造成了一种很糟糕的状况嘛 那台湾就是下一个目标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要把台湾跟香港 的这个中国的布局 要把它联动在一起 所以我是觉得有这个用意 那后来你再听到我们 真正的国防部长也能发讲说 不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 要有任何的盲动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陆委会 还有总统的讲话 也没有要把这两件事情 联动在一起 这是两件事嘛 但我吴钊燮很稳啦 我只能这么说 非常稳定 好我们修理片段回来继续聊